如果这个猛将,你有没有想过如何的去用股钱激励来吸引他们啊? 如何的把利益共和在一起啊? 如何的用公司的提成分红钱? 有时候不是降财不强 有时候尤其我们中小型企业 很多我们的生意都是做消费者的 对吧?我们都是开店啊 做供应啊,买货卖货啊 对吧?我们的顾客群大多数都是消费者的对吧? 所以在这个消费者的过程的时候 有的时候请了猛将,猛将我又有,中管我又有 但是他又面对了另外一个问题哦 他面对了利益的问题 其实如果 也不是很好讲啦 但是这个也是我的个人意见啊 Please don't be offended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企业的老板 老板的猛将都是有受贵的 我们不敢讲这种叫bribery 我们只是讲的我们的 华人企业里面 有时候 receive 一点 kickback 有时候 receive 一点 rebate 有时候 receive 一点礼物 也是一个 gesture 对吧?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很多的企业老板 专家人企业老板 他不是不能扩充 他不是不能降低成本 他不是不能转型 从中会 involve 了太多太多的利益 我曾经收购三家公司 进到去里面全部都是网上国籍 电视进去就炒掉 我讲他来 你告诉我这一年来他做了什么公民 他做了什么任务 帮到公司赚钱的 你解释给我听 我直接抓那个HR来讲 这个人是谁 他姓陈就可以是在这间公司 他这间公司是他爸爸的 是他的爷爷留下来又怎样 我不理这个公司 现在我就是公司的大股东 所以很多的 然后呢 我进到里面我讲 为什么这个公司会跟这个供应商买货 你们是如何的去做价格对比的 哦没有啊 这个是因为 Uncle Tan 包的 他讲他的朋友有做 那个的报价明明就贵过市场100% 100%我已经是不要讲了 30%我都觉得应该要重新的去评估 到底为什么他会拿到我们这个 contract 我们一个月跟他买货买上百万 为什么这个 contract 会 award 给他 然后还要买贵100% 这十年来没有人去查账了吗 没有人敢过问了吗 我就问那个 account account 说 哦因为他是 Babdo 的弟弟 又不方便查 什么叫不方便查 现在你的老板的公司 现在已经面对给我的公司收购掉了 已经要面对奔盘了 你们还讲不方便查 现在我下去就查了咯 我一下去就每一个 quotation 在这一年来 这三年来 为什么这 quotation 这样 我可以叫人家去报表回来 全部为什么这批货会买到这样 然后呢 又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为什么这样呢 他的企业做到大的时候 做到更大 有一些规模的时候 ok 一直跟我讲上次 我去看他里面的苦存的货 我讲其实你一个月的 sales 才做这个三百多万 你为什么要苦存到五六百万的货 ok 到底你的货要几久的 lead time 你跟我讲要MOQ 然后这个价钱还要MOQ 最少要订一个货柜回来 那里有可能你 我一算他的 acceptance over 超过两百五十天才可以把那个货卖掉 他的货苦存一点八倍 然后当中我就看到 quotation 就发现 连来中间有人收回 就是讲这批货 他已经有收到一些的利益上 ok 他把这个货买回来 他又从中又可以赚一点差价 然后更笨的是他们 他们连开公司都用自己的名字来开 ok 这样不是左手卖给右手 这种在我们收购的企业 这种叫做 transfer of pricing 这种叫 conflict of interest 我是有可以保持权利来 宿你危害公司的利益 为什么你会买这批货这样贵 我可以很容易的去市场 我怎样对比价钱很简单的 你要买一个产品 你去找市场三个老大 叫他 quote 那个价钱给你 然后去市场找多三间 新创的企业 同行的企业 但是新开始的小型了 拿六个 quotation 一起来对比这个 average 你就知道市场价是几多 Ok first thing 老字号 他会比较贵 为什么呢 他比较 reliable 他的 logistic 也比较好 他给的服务也好 给的账机也好 我认 你拿三家 新创企业一来 因为为了抢市场 一定是丢价钱的 丢价钱他会给到比较便宜 我也认同 可能他的服务没有这样好 但是可能他们就是新创企业 新开始的企业 他们为了抢到市场 别人赚10% 他3%都愿意做 所以我们就要拿六个 quotation 来对比一下 就知道 average 了 但是当你看到那个 average price against我们买的价钱 超过100% 简直是一定从中有人出事 然后呢还有一些问题是 我发现我有的企业的高管 还有一家公司 我take over 有的企业的高管 OK 我就开始去调查他 为什么他在哪里 我们的公司 20千的工钱 他的 income 跟他的消费的模式 根本不成对比 一个赚2万块的可以 一碗消费酒 1万块 我就觉得 哇不可能吧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发现 他又很聪明 他没有给我抓到吃钱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一个最特别的问题是 他代表两三间我们对手的公司 他把有的荷叶 去他晚上出气的时候 去再跟你讲 去entertainment的时候 去entertain顾客的时候 但是他的单进来 看公司 但是生意没有进来的 他把那个生意 pass 给别一个对手 从中赚起更多的利益 然后我就讲 花花我的 吃我的 你吃里趴外 还帮别人 promote 还更讨厌帮我的 direct competitor 这样我就觉得更不可以 然后呢 还没事 还自己去外面开多一间店 来供应回产品给自己的公司 他要去拿 supplier 他是我们 procurement manager 他又怎样 他算比较厉害一点 最少他找一个 cousin 不同性的 来 supply 给我们 从中他也赚一点钱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呢 可能很多的企业家 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啦 但是其实是否 是不是在老板 每一年分钱分红的过程里面 没有做得清楚啊 或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猛将 你有没有想过 如何的去用股钱激励来吸引他们啊 如何的把利益共和在一起啊 如何的用公司的提成的分红钱 公司如果赚钱大家都有的分的模式 你有没有把机会让大家一起去赚钱 还是老板自己只是想赚完钱 员工只是因为我有出工资给他 我觉得现在的企业不能这样想的 老板必须跟员工利益共和在一起 大家都是同在一手船 有机会赚钱 要给他们一起赚 年尾有赚钱就要拿来分 这个是应该的 OK 因为他觉得我给你拿空间做多也是这样 OK 去找到更多生意做到半死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自己去想 如何的找自己的rebet啊 如何的找自己的commission啊 如何的去自己外面开店啊 如何去设计产品卖回给公司啊 如何的从供应商那里拿一点好处啊 如何的可能有的时候 我觉得最可恶的是那个 我第二家公司我收购了啊 他帮别人把我们的合业卖给别人 那个才我觉得是最可恶的 这个是一些我个人认为的就是 真的是太可恶了 OK 当时我炒掉他的时候 我还保留了我追求的权利 OK 后面我是没有输他啦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 小插曲 在这个插曲的时候 有人来跟我讲 哎呀算了啦 其实连来那个老板是知道的 他跟我讲 哎呀没事啦 给他们找一点吃 这样我讲 你做老板真的做到很很很失败 OK 要早吃必须要用公司的利益为大前提 公司赚大钱分下来 这样为什么你觉得他在外面拿 commission 把合业给别人没有错的咧 所以我也觉得很多的中小型企业老板就 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我直接跟他讲 不如你当时候两只眼都闭掉 OK 直接跟他讲你公司能不能拿去啦 OK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是一些 阻止了中小型企业转型 因为当你要转型的时候 你就会博取某某人的利益 因为你一开始转型 你就会减掉中间人 中间人一减掉的时候 直接 direct 对厂家 直接从中 直接这样 人厂家 直接 directly对消费者 直接把这个中间的拿掉 就有很多人的利益 就会受损 然后咧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当你在转型的时候 通过互联网转型的时候 通过跟人家对接的时候 找新的合伙人 你永远觉得很多的这些有利益人都跟你讲 这个partner不好的啦 这个shareholder不好的啦 为什么要找别人啊 我们自己经营那么好 你找一个人来 等一下合作不愉快咧 等一下我们又要拆股咧 我们又怎样 因为他不懂股钱 如果其实不要担心 跟好朋友合作 股钱的架构里面 如果你了解什么是股钱 如何的分配股钱 如何的设定这个合伙人的协议书 其实等等的问题 都在还没有合作之前 都可以一一的解决 一一的落定游戏规则 如何的分钱 如何的做决定钱 解决大家的安全感 大家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干货 因为当利益共和在一起的时候 当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 有一个共识 有价值观相同的模式 他走的这条路就是一致的 大家就可以很快速的前进 很快速的转型 也因为这样 我看到很多转型机器 我跟他讲可以这样转型 他讲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哦 Andrew 老师跟你讲你是我好朋友 他们都很反对你进来的 因为他讲你是一个风头企业家 你们这种资本家一进来 就要吞掉我们的公司的 我讲兄弟 你有你的lawyer 我有我的lawyer 今天我是觉得你的生意倒闭很可惜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资金 可以辅助你一把 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意是有潜能的 你只是面对一些现金流的 所以他就面对了他这些的 另外的这些猛将 OK 或是他的C level的人很反对 我进来我讲没事 OK兄弟 我是会在身边支持你的 不进你公司也没事的 OK 我们还是朋友的 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我欢迎你随时来联系我 我就这样这样拉奖 所以当时我就发现 为什么很多中小型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会面对很多的resistant 很多的冲击 就是因为有人有受苦了 有人有某某的利益在里面 有人觉得这样转型过后 他的kickback就没有机会了的 换供应商也不可以 转型也不可以 就面对很多的冲击 OK 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 OK 不是想讲你们的中小型企业 你们的高管也面对这个问题 这些是一些我在市场观察回来的 我自己总结了好吗 OK